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可不可以请部长 立委员先宣告一下,等一下我还是先 您咨询完,我还是继续先 先宣,先念一下 各位委员,好 所以如果还没有,没有 我们先念完再休息 立委员你好 部长你好,这个 台湾区杂粮发展基金会 它有它发展历史背景 但是你现在从它的这个报告书来看的话 它很多业务已经跟农委会 已经不知道怎么区隔了 农委会的主管业务 有什么区隔已经不晓得 特别是农委会现在正在进行 所谓的农地复根计划 它里面很多都是要用不用水的这种计划 也就是说它开始要种一些 比较所谓玉米,小麦,高粱 这些东西 所以有没有考虑过,经济部有没有考虑过 重新检讨一下你这些基金会 哪些东西是应该要重新整并的 或者是归属的 有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其实李源,我也是觉得我们这个基金会 不管是政府捐助的 或者像那个产业基金会 它其实是有一些改变了 那么是蛮多的 以产业基金会为例 其实最早是因为我们贸易局有捐助 我只要听我了解 因为它跟过去是几口的问题 但是它的业务的性质跟现在它整个要值 就是刚才李源讲的 它其实是跟农委会是关联非常的密切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包括执行长 包括他的这个董事长 都是我们是请农委会来推荐 来派任 所以业务是由他们来督导 来配合 这不是很奇怪吗 他在进行的 你农委会在进行20万公顷的复根计划的时候 杂量基金会如果能够直接隶属在做农委会的话 不是更能够 对 可是因为它是原来捐助的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东西 这是行政问题嘛 是 你不能应该把行政问题跟政府的效能 今天不是要批评政府效能吗 你就开始做整合政府组织再造的时候 不是说只是行政部门的组织再造 所有的基金会的本身的整并 也应该一定纳入啊 好 我们来评估这个是不是 有没有业务一波的这个可能性 因为这个财端法人啊 它的这个设置啊 也有一个法规 我们来check一下 这个法规都是人定的 我们应该是业务导向 功能导向 不要因为人 因为我们的法律把自己给卸榜死了 这个是很不值得的 经济动能推出方案 是不是继续在推动 有 其实 这个 我想说明一下 其实过去提了很多类似的方案 我们现在在做整合 我们去提了很多类似方案 你现在主要的推动方案是什么 经济的动能的推动方案 以我们经济部来讲啊 我们有很多 比如说三业四化 中间企业啊 那都是经济动能推升方案里面 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也有一些 我们自己的 比如说一些重点的 一些产业的辅导的一些计划 这些计划跟 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有的在涵盖在里面 有的没有涵盖在里面 我们要把我们这些东西 要做一个整合 这样子比较好控管 到底哪些事情 做到什么程度 否则的话 我们如果只看一个方案的话 其实是挂一落万 还有很多事情 不在这个方案里面 是不是我们就不做了 我给您报告 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在你的网站上 也在行政院的网站上 都列出来了 推动产业多元创新 促进输出拓展市场 强化产业人才培训 促进投资 推动建设 精进各级政府效能 这五项里面 大概有四项 都跟你有关系 这个东西 你还在 我只是说 你既然已经在你的网站上面 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工作项目 是你的业务里面的第一项 然后也是行政院里面 非常足以标榜的项目 所以你就应该好好做 江院长不是说过吗 他要销归潮水吗 他不是说 他的经济 他的财经作为 不会比陈冲院长做得好吗 对不对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政府既然是一体的 总统也没有换 那是不是应该做这样的工作 应该积极去推动 而应该是这里面 我刚才说明 我是说 你所有的 所有的新作为也好 旧作为也罢 或者是强化的作为也好 他是不是都应该 从你的经济动能推升方案里面 去把它 去进一步的推 去演化 而不是像江院长 现在突然提出一个13项的 这个 鲜锅盖的提升政策 经济政策 其实 其实那部分 跟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也没有冲突 它那是一个短期的一些措施 等于算是一个补充的一个 刺激的方案 那个 并不是说 那个来替代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短期措施 对 短期措施 虽然是短期 它还是要具有 长远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效果 它要符合 长远规划的效果 所以你应该从那个地方去加强 譬如说你的经济动能推升方案里面 你想做的什么东西 这个地方力度不够 我需要更多的政府的资源 你可以推出来 这个我们没有意见 但是你如果说 其他地方 汪不拉当去 拉里拉扎的去做的话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这个我同意 是确实 本来 例子 电动车 是不是我们国家重要发展方向 是不是 是 我们预计达成率是多少 什么时候达成多少 电动车的达成率 其实我们现在的比例还是 你只有澎湖的 只有澎湖这种离岛的是不是 那个澎湖的是示范方案 我知道 我所要说的是什么 如果这是你认为 未来十年应该发展的重点方向 它具有产业观念 你刚刚讲的产业观念效果 刚刚by the way 刚刚讲那个金建会的几十亿 可以创造好几兆 那个真的也是有点天方夜谭 我们研究这个经济成长的 经济这个陈述效果的 从来没有看过政府的陈述效果 可以好几千倍的 那么 但是话说回来 你可以就你手上的工具 或者发展的方向 定出一个方向以后 你可以加强这方面的作为 强化密度 力度 对不对 这一点你可以做的 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江院长前面已经把自己设限 设限成说他不会比陈冲院长表现得好 所以他另外一方面 他当然是某一种是赞扬陈冲院长的财经政策 姑且不论这个财经政策好坏 至少他认可了财经政策 那时候势必要比他要更有更细致 更要强度 更要有强度 或者要重点突破 那这我看不到 那话说回来 今天你再说回来 今天你要给人民振奋的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投资吧 你刚刚讲到 我看到好多台商要来进来投资的 我想请问你 今年的桥外投资 情况怎么样 现在我们大概是 我的印象大概是 差不多有三十几件 那有1500亿 我们的原来目标是2000亿 台商回台是3770亿 是1770亿 桥外投资跟去年同期小牌 跟去年同期 台商回台投资 不是台商投资 桥外 桥外投资 我现在手上这里没有数字 没有数字 我告诉你下降15%了 跟去年同期相比是15% 你那个真正像Volkswagen 台北在台湾继续投资 是不是要建大机车厂 有没有 有在谈 有在谈 像这个东西 你如果能够谈得成 那个就是刺激台湾的一个 增加台湾信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为 抓到重点 抓到重点 不要那个小小细细索索的 这个投资这一部分 刚才委员讲的 那个不是在那个13项短期措施里面 我知道 我刚才讲过 你要做的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这些事情 在经济动能推升方案里面 我知道你要做的是这些事情 我刚刚一直强调 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如果不否认它的话 你应该从这边继续下手 是 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其实那一部分是短期措施 跟我们原来的计划不能冲突 也不是替代性 完全没有替代性 短期措施也要短期的作为 也要强化 譬如刚刚在讲的电动车 你如果把全部的资源丢到电动车 电动机车 那你看到的效果也会比现在要好 对 电动车跟电动机车现在在 就是在技术这部分 但是你的力度不够嘛 我刚刚一直强调就是要把那个力度强化 然后又符合你的一个中长期发展的一个作为 这才是正道 不是突然跑去做其他的事情 除非那个其他的事情 变成你的主要的一个实证方向跟目标 好不好 OK 以上